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放弃一定失败 这是姚明的名言 在篮球界 姚明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标志 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国界 据不完全统计 姚明在全世界的球迷 已经超出10亿人 2006月27日 姚明被握有头号选秀权的NBA球队选中 成为了第一位以状元身份 入选NBA的中国篮球运动员 从那一刻起 姚明身上聚满了期待的眼光 但他的NBA处资秀 却只得了零分两个篮板 数据如此惨淡 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姚明在NBA的前景 但经过八年的努力 姚明已是七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的国际巨星 他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两次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封面 更重要的是姚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美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地认为 当姚明加盟NBA时 美国官员把姚明比喻成中美文化的民间使者 是大洋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有美国媒体称 姚明的到来为后知后绝的美国人打开了一扇窗 通过这扇窗 美国人开始更新自己头脑中对中国的认识 不少人甚至因为姚明而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 体育是传播文化的最好载体之一 姚明不仅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也把先进理念引入中国 除了热爱的篮球事业 早在2005年姚明就开始投资餐厅 付费音乐下载网站 健身房等行业 2009年7月的时候 姚明又出资收购了上海南南 并引进NBA管理模式管理球队 如今过了儿历之年的姚明 正在实现着自己人生的第二次穿越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唯柴动力凤凰大视野